這已經不是你 知不支持柯P的問題 我們北檢可以這樣 粗糙的辦案 壓人取共 你認為我們要這樣的司法嗎 這個恐怕才是真正的問題 所以黃國昌講那個話 張啟蓋講的話我很同意 你今天不出來抗議 北檢這種辦案方式 那下一個可能就是你啊 所以我跟各位講 這個各位小草 大家也支持柯P的朋友 也不要喪志 我跟你講羈押 羈押 他後來是用 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來羈押柯P 那理由是什麼 理由是我理不出頭緒啊 犯罪輪廓將要浮現啊 那可是我還查不出所以然啊 所以我不能放柯P出去 因為你柯P出去 會妨礙我查清楚整個犯罪輪廓 他是用這個理由啊 所以他並沒有查到柯文哲的金流 沒有 所以我跟各位講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 羈押到最後是不是一定有罪 還不一定啦 我跟你講 我們接下來還要看他要怎麼起訴 因為鄭文燦7月11號 被羈押 那鄭文燦是8月27號被起訴嘛 大家記不記得 他羈押了幾天 46天 那鄭文燦一起訴就死刑了嘛 判12年啊 起訴12年 那我們才恍然大悟有這麼多的罪證嘛 有證據啊 比如說我是看到鄭文燦的起訴書 我才知道說 原來鄭文燦不是只收500萬耶 他事實上還去跟廖四父子 透過那邊拿到了600萬的政治獻金啊 那我才恍然大悟啊 原來陶簡在鄭文燦的岳父家裡收到了678萬啊 這些都是我們之前不知道的 所以我在這裡就是說跟大家做個報告啦 就是說柯文哲啊 他已經被搜查到這個程度了 因為你要知道北檢喔 55路搜索啊 到現在還找不到柯P的金流 沒有對價關係 所以我跟你講 我一些日本朋友跟美國朋友都在問我說 欸你們台灣在幹嘛啊 你找不到柯文哲那個第三大 人家是第三大政黨的主席啊 你找不到人家的對價關係 找不到人家的金流 你怎麼可以激壓人家呢 因為那個時候他是看到北檢要深壓他嘛 所以AIT那個時候有出來講話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理解這樣怎麼可以激壓人啊 美國是絕對不可能的啦 我跟各位講 你沒有查到對價 沒有查到金流 你就先壓人 那這個不就是中國古代的壓人取貢嗎 這什麼意思 沒有物證啊 那你知道壓人啊 壓到你沈慶晶受不了啊 壓到你應曉威受不了啊 你就要講出來了吧 要不要講真話 你知道沈慶晶現在講什麼話嗎 坦白講 小沈講這個話我也聽不下去啊 這個北檢問沈慶晶喔 說你最後一個月會4500萬給應曉威喔 這什麼錢啊 什麼錢啊 沈慶晶說什麼你知道嗎 說那是慈善捐款 這個北檢當然聽不下去嘛 那可是北檢又沒有本事 找到金流關係 找到對價關係 你知道吧 最近有人去查 柯文哲跟彭政生的帳戶啊 結果發現柯P的總帳戶 少了136萬 你知道嗎 柯文哲呢 他的他的錢 這個7300萬還沒有拿到之前啊 他的帳戶是少掉136萬啊 彭政生是增加了2400萬啊 你去想一想這是什麼樣的對比 結果彭政生2400萬 到現在 北檢還找不到 是不是跟金華城有關啊 所以為什麼陳文健出來罵啊 這個太離譜啦 我跟各位講喔 這個還是大人物耶 台北市的前市長跟副市長 而且他還是現任民眾黨的主席耶 所以美國人跟日本人難以理解啊 所以你又沒有查到人家的金流 也不知道對價關係 那你就先把人家押囉 因為美國日本不能這樣查案啊 美國如果這樣查案 我跟你講那FBI啊 還有東京的檢查廳啊 被人家笑死啊 他就違法啊 你知道啊 你怎麼那麼沒本事呢 那你到底在查什麼案呢 所以為什麼這個案子會讓 美國人日本人難以理解 欸說你台灣怎麼可以這樣幹啊 他就會說欸 賴清德你不是民主台灣嗎 我們看不出這是民主國家耶 那當然你可以問啊 為什麼北檢 北檢就是倉促出手嘛 我覺得我們要從陳文健的質疑 開始來談今天的問題啦 這已經不是你支不支持柯P的問題 而是我們的北檢 我們最重要天下第一檢啊 我們北檢可以這樣出兆的辦案 壓人取共 你認為我們要這樣的司法嗎 這恐怕才是真正的問題啊 所以黃國昌講那個話 張奇蓋講的話我很同意啊 你今天不出來抗議北檢這種辦案方式 那下一個可能就是你啊 人家是在這不是支不支持柯P的問題啊 比如說鄭文在 鄭文在 鄭文在我就沒有質疑啊 因為你真的找到了500萬收賄吧 600萬政治現金嘛 還有家裡藏的678萬 人張巨貨啊 沒有什麼好同情的 我講白了 如果你找到柯文哲有收賄 我就在我節目公開罵他 可是結果你呢 匆忙上陣 北檢為什麼匆忙上陣 那也要怪他自己的情報走漏啊 為什麼 因為應小為跟沈慶已經要逃亡啊 大家記不記得 應小為先去桃園機場 結果發現出不去 趕快坐車到台中清泉岡 準備要走掉啦 結果當場被拘提啊 那這個不就表示你北檢的情報外洩嗎 不然應小為為什麼要偷跑 就被人家知道了嘛 沈慶晶也是啊 提前買機票準備出國啦 事實上這個案子是這樣開始的啊 那因為他已經約談了 他已經抓了 拘提了應小為 然後也這個抓了沈慶晶嘛 所以金華城這個案子就啟動了嘛 那啟動呢 只好印上馬 所以彭正生啊 柯文哲啊就只好都約談啦 搜索啊 五十五路都來啊 不就是這樣印上馬嗎 可是事實上 北檢那個時候手上 對彭正生的金流 柯文哲的金流 完全沒有掌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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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